只要闯过这两关 腰椎间盘突出才是真正的好了 大家好 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 副主任医师马学红 很多腰突的患者 经常有一个消极的想法 腰椎间盘突出 是不是得了就再也好不了呢 其实啊 我也理解 毕竟腰突反反复复 让人十分痛苦 难免呢会有所气馁 但是其实只要你挺过了这两关 你的腰痛呢 就能达到临床的治愈 甚至达到长时间的不复发 第一关呢 就是急性期 当纤维环破裂以后呢 随何突出压迫了神经根以后 被压迫的神经根呢 随即出现了局部的 炎性反应和水肿 导致患者呢 出现下肢的不力 疼痛麻木等症状 这个时期呢 就叫做急性期 这个时候不要过于的紧张和焦虑 只要听医生的话 卧床休息 配合神经营养药物 甲骨胺和消炎止痛药 如双路风酸钠 塞莱西部等等的这些药物治疗 以及一些其他的辅助的治疗 比如说针灸呀 推拿呀 牵引啊等等的理疗 大部分患者都能够度过这一关 第二关呢 就是缓解期 这是急性期的症状呢 得到了缓解 那以后呢 这一阶段呢 重点呢 就是预防再次的复发 如何预防反复的发作呢 第一呢 就是不要弯腰 搬重物 第二呢 就是不要着凉 第三呢 就是要加强这个腰背肌的锻炼 最后呢 再搭配活血化瘤 通落止痛的药物 对症去加减 恢复和巩固效果 促进神经根的恢复 这几点呢 这要做到 大部分患者呢 可以达到长时间的不复发 只要您度过了急性期 而且长时间呢 不再复发 那你的腰突呢 才是真正的好了